那个时候我曾经有过 断食是很激烈 就是只有喝 流值的东西 瘦得很快 马上就可以瘦个三四公斤 可是后来慢慢慢慢 长期这样子 有的时候比方说演戏 会当机 下一句是什么 完全 以前是不会 因为没有吃东西 血糖可能不够 然后后来就长期这样 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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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就没有忌口 有的时候拍还有宵夜 吃完以后 后来发觉 自己得了甲状腺低下 就是压力 然后就手会抖 不吃东西的时候 手会抖 心会慌 会跳 然后比起来 不吃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脾气比较暴躁 后来就发觉 到了像我现在有一点年纪 我就不敢乱钱 像我现在 咸酥鸡 珍珠奶茶 蛋糕味 你很久不敢碰 因为觉得 忌口比减肥重要 最起码你不会再往上胖 欢迎收看 余思豪啦 好 欢迎收看 我们今天三位出品来宾 我们今天三位出品来宾 恭喜 郁君 专辑 对 现在还有人出专辑 成本够输 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 就是有这张专辑 才有办法认识大家 是 对 然后我是翁玉君 这是我的首张的台语专辑 台语 对 台语专辑 介绍一下异想世界 对 我的专辑叫异想世界 然后这张专辑 其实是 慕姿来的 所以很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很谢谢 所以你看粉丝很多 然后也很谢谢就是我的娘家 红人榜 所有的老师就是有帮我制作一些 很好听的歌曲 是 然后自己也试着就是开始做曲做词 有十首歌 对 有十首歌 现在很难看到这种 十首满满的感觉 现在很难 现在都是EP 对不对 一首两首 对 对 所以希望大家能播支持 好 异想世界 异想世界 恭喜 恭喜 谢谢 乃哥 你知道吗 有一些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习惯 是 可是反而对健康有帮助 比方说 那今天好好跳 听一下 请问你 早上起来会折棉被吗 我一定 不是 现在没有人在折棉被 现在一定要把棉被铺好 铺整齐 对 铺整齐 不会说弄得像以前 没有 像豆腐干 当兵一样 像谁在折棉被 真的 我也是把它放整齐 对啊 因为专家说呢 其实一早起来 你把棉被就这样折起来 反而会让湿气散不开 导致更多塵满 住在里面很开心 真的喔 所以像部队 不要再折什么豆腐干 对 今天来告诉大家 坏习惯 也不是说完全无药可救了 还是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所以很好喔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马上来听 竟然还有哪些补救的方法 好的 来 别放弃人生 坏习惯有补救黄金时期 翘脚容易造成脊椎骨盆歪斜 这个 是 因为其实我本身 自己以前是舞蹈科 然后我跳舞的时候 有个叫下腰的动作 它让我的尾椎就是受伤了 然后就造成 椎间盘突出 压迫到我坐骨神经 所以其实我 从大概18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去看一些 比如说 中西医的腹健科 或是正骨的医生 可是我都没有根治他 因为我就是他们都说 你就不要 你要长期去看 才会有治好的 就是才会痊愈这样 但因为我时间的关系 然后 而且后来又出外景出国 所以就没有太多时间 去根治我的脊椎 然后都放了不管它 所以我的脊椎就是 常常不舒服 然后我又有一个坏习惯就是 我很爱翘脚 你也翘了 我们是为了上街 要不然这样很难看 对 你看像我们坐在这里 你如果脚不翘起来 就翘脚变成有种安全感 跟翘起来感觉好像就是 尤其是你还穿裙子 对 因为你穿裙子 你就翘着 不然两腿开开 这样真的很丑 所以就常常翘脚 然后还有我会 他们都有跟我讲说 这两件事情是不要做 要少做 可是因为我太容易 就是一到地方 一翘脚 然后左边脚 右边这样翘翘翘 然后有时候翘好几个小时 比如说我们录影 录个两个小时 就会翘两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这个脊椎 怎么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我就真的去看过很多 像我刚刚说 我去波金也看过 然后症骨也看过 针灸也针灸过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医生 他就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常常翘脚 我说对啊 他说一辰 你是不是睡觉的姿势 非常奇怪 因为他说我的脊椎是S型的 对 就是我的 睡觉姿势是怎样奇怪 就是我的睡姿就是会 扭曲 对 扭曲 我有时候睡醒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 很呈现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而且我的可能压迫到 我的某一个半边都是麻 就是可能半边生 对 然后或者是睡到一些很奇怪 然后睡到手都已经 不知道弯到哪边去 这样我的睡姿非常的 就是很奇怪 然后他就会帮我做一些 復健的动作或什么 然后跟我讲说你不要再翘脚了 可是我真的很难不翘脚 其实你今天这件裙子 你不需要翘脚 那我要怎么做 就像我这样 可是这样很奇怪 不会啊 我也是这样子啊 你把脚后跟放到那个 后面那个 你放到这个上面 对啊 这样显得脚多短 你本来就不长啊 不是 你要这样翘的是不是 就比较会 对 然后重点是我 优雅 对 然后后来我自己 其实我最近比较少翘了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其实医生跟我讲没用 而是我自己发现 就是我的脚 就伸直的时候 我发现我以前没有的 我长短脚了 对 就是我的脚没有办法平了 它感觉就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样子了 那你歪得很彻底 对 歪得很彻底 然后后来我发现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一些什么 瑜伽 然后也开始确实比较少盘腿做 跟比较少翘脚 我觉得那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就是会觉得它就是好像 没有 长短脚是每个人都会 可是以前没有 只是它的程度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 因为你不听话 因为以前我跳舞 就是脚都是很长 都会感觉都是平的 但现在就是觉得 怎么会这样 不过 你去那个整齐 或无理治疗的 因为每个人越长一样 真的吗 他就会稍微帮你脚整一下 所以我还可以继续翘脚一直 不要了 你忙你的 傻笑 不过 你讲做瑜伽可能 我常常在节目讲 我的腰痛是几十年的 后来我做了瑜伽 真的 真的有帮助 就伸展一下 我好多年都没有痛过 你要拉筋 要把骨头去做一些松弛的 尤其我们有年纪的 是 你有年纪 我有年纪 你不要把人家拖下水 你有年纪 他跟我一样 我们不可以在人 两脑面前 两脑 你有这办法 我其实平常也是会腰痛的人 对 然后其实是因为 有一次我出国 然后就是我们住那地方 那个地板是大理石 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 我就是要把我的行李箱 从一楼搬到三楼 结果不小心摔倒 直接就是尾椎 就是着地 对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就是 还年轻嘛 就是觉得好像痛个一两天 好像就没事了 一直到就是 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就开始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只要一翘脚 或是我坐太久 就是因为我平常要练琴 我只要一坐久 他就会痛 有时候例如说下床 或是躺着 站着都痛 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去打针 结果就是打了没什么用 后来我是真的去做瑜伽 对 就是现在透过做瑜伽 然后已经快一年了 就是都没有再痛了 对 比较平凡的时候就是 一个礼拜会痛个两次到三次 对 然后就是还会痛到连 就是大腿 就嘴条腿都麻了 对 我那时候都想说 才会不会瘫痪 就是很紧张 没有 因为都是压迫 都是神经压迫 好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应该很明显吧 就是做瑜伽 每十分钟变患就能降低伤害 对 是 知识对于身体的伤害 最大的重点就是十分钟 所以你的确就是 即便是很好的姿势 但是时间太久了 其实我们都是不建议的 盘腿这件事情呢 大概如果你换的话 大概可能每三十分钟更换一次 换边会好一点 但是我比较建议大家 还是站起来走一走 因为盘腿这件事情呢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膝盖 它是在一个锁死的这个状态 我们的膝关节就是打直跟弯曲 那弯曲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锁死的状态 所以如果时间太久的话 其实它旁边的韧带是会很辛苦的 因为一直被拉扯 再加上坐着的时候负担往下 全部都在髋关节上面 好 那是盘腿的部分 翘脚的部分很明显 因为一边脚是跨到另外一边去 所以你的骨盆一定是歪的 好 那我们会遇到有一些人是怎么样 他是一边可以翘 他换不过来 他换另外一边的时候 他是觉得是卡住的 或者是觉得不习惯的 就他以为说就是惯用手 就是好像有手比较厉害这样子 可是其实不是 我们的骨盆呢 应该要两边是可以交替互换 就是在翘脚的时候 如果不行的话 表示你的骨盆已经歪了 就朝南脚也是一个征兆 就是或者是像有些女生穿裙子 穿一穿裙头会跑掉 像这种的话 都是骨盆歪斜的一些警讯 然后我们之前其实就遇过 就是上班族女生 那上班族女生就干嘛 就久坐嘛 因为开会也要坐着 然后上班 接电话干嘛 坐文书工作 全部都坐着 那就是他就是穿就是裙装 所以优雅 就是女生就觉得 我翘脚就是比较优雅 所以他就是一边 然后他就是那个我刚刚提到 他就是只能翘一边 另外一边他就是卡卡的 翘不上来 不舒服 对 所以他就是一直这样 然后到一个时间点 他突然觉得自己 从臀部到后腿开始酸麻 开始不舒服 所以他就上网去看 做骨神经痛 怎么才30岁就做骨神经痛 所以就跑来找我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了一下 其实不是所有的酸麻 都是做骨神经痛 就是他的状况是因为骨盆歪斜 骨盆歪斜造成了 有个东西叫做 好 那所以他就不舒服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一下 他的骨盆歪斜 所以我们会发现 很多骨盆歪斜的人 他的骨盆可能不规律 甚至会造成不孕 所以他那个时候后来 我们就是协助他 就是让他的长端脚 让他的骨盆比较正了 然后包括一些运动 也有帮助 然后后来他的骨盆就变规律了 然后后来他也順利的怀孕了 脊椎跟我们泌尿科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对啊 有关系吗 因为我们排尿的神经 是控制在我们的 那常见的腰痛的时候呢 常常会让病人你很痛 你就尿不出来 那所以我绝对赞成 黄金修补时间做的事情 是做瑜伽 跟下背肌翼的训练 但这个已经是后面的事了 像我上个礼拜遇到一个 六十几岁的阿伯 他来是因为尿不出来 前一阵子不是寒流吗 天气很冷 下床一起来 那个冷风一吹 所以他没有暖身开来 就下床 腰去陷阱 那一开始这种肌肉拉伤 下背痛久的人都知道嘛 就腰痛嘛 不以为意 就慢慢脱 做做想说 做做三盏操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才在做什么瑜伽 或者是加下你的激励 是来不及的 所以在这个黄金时间内呢 你必须要赶快去找 我建议神经外科或是骨科 在你的痛点上面 打雷骨唇跟止痛药 当下就可以缓解 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才在后面 再去找复健科 一周以后才在复健科 做这些伸展的运动 放松你的筋膜以后 不痛了以后 长期的是 你是要做瑜伽 加上这些肌力训练 才行 否则的话 你在急性期一来 一痛 他已经拖到第三个礼拜 来我这边 趁本地放不出来 尿尿都尿不出来了 拖到这个时候 都已经太严重了 但你越拖它就越严重了 整个病程会拖很长 会拖很长 一个人家讲说绕疹 或者是散道或干嘛 真的 你会想让它治愈 其实现在真的 没有那么容易是命 不需要剃屁 对 这一集我来讲有点汗炎 因为我駝背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经常要 要松架 行着正坐着直 旁边一直要帮我提醒 要提醒 我曾经碰过一个个案 一个年轻女生 就是 跑来挂急诊的时候 家里都很紧张 还感觉 好像怕要死掉了 其实我们一看 就是过度换气 那个小女生 就说 医生说我喘不过气 医生说我有什么 什么肺功能不好 我有什么脊柱侧弯 脊柱侧弯 原则上脊柱侧弯 跟护柱侧弯 它是两回事 你脊柱侧弯 如果你很严重 可能会影响你的换气 但是也不至于到 过度换气 不过她这样讲 我去看一看 我就去让她做症 我就给她氧气带着 后面看看 的确她肩胛骨两边 其实就是 不是在同一个平面 的确是有个高低落差 我说那脊柱车弯 有看过医生吗 他说 我们先给氧气吸吸 比较好说 我们照片是光片好了 其实蛮明显的脊柱车弯 但虽然还不至于 到开刀矫正的程度 那这种情况 大家就问她 我说你知道脊柱车弯 你平常有没有注意什么 比如最常见的 你有没有不良坐姿 你有没有很喜欢 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 尤其 贵妃以这个姿势 X光头都要一直撑着 这个对你的脊椎 对你的肌肉都不是好的 那有没有 每一问都有 都有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刚刚讲 脊柱车弯 跟她的过渡方是两回事 但是趁这个机会 也就稍微微教她一下 即使有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可能角度不是很大 但是你在发育 发育过程过程 知识不好的话 她有可能会渐进性的 变得越来越严重 也有 所以我们大概就跟她讲说 你今天现在的换期都已经 一直也跟你讲 你的肺功能可能会受压迫 受影响 你现在又很喘 那你就更应该要保持 你的一个良好的姿势 但是也不要小看 脊柱车弯 如果它是进展性 到老的时候 有一些肺功能 本来就在降低的时候 它还是会造成一些 肺功能的这个影响 障碍 好 好 我们还有哪些坏习惯呢 第二个 饿肚子断食太久 对身体不好 以前年轻的时候 因为镜头拍戏 不能有双下巴 身材要很好 那个时候我曾经有过 断食是很激烈 就是只有喝 喝流脂 对 流脂的东西 瘦得很快 马上就可以瘦个三四公斤 可是后来慢慢慢慢 长期这样子 有的时候比方说演戏 会当机 下一句是什么 完全 就是一片 以前是不会 因为没有吃东西 血糖可能不够 然后后来就长期 这样剪啊 胖啊 剪啊 胖啊 这样子 就没有忌口 有的时候拍 还有宵夜 吃完以后 后来发觉自己 得了甲状腺第一下 就是压力 然后就手会抖 不吃东西的时候 手会抖 心会慌 会跳 然后比较 不吃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会脾气比较暴躁 后来就发觉到 像我现在有一点年纪 我就不敢乱碱 像我现在咸酥鸡 珍珠奶茶 蛋糕味 你很久不敢碰 因为觉得 忌口比减肥重要 对 最起码你不会再往上胖 那我现在就比较是 会去吃规律 多喝水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喝很少的水 然后我现在会吃 就是吃蛋白质的东西 会比较理智一点 但是已经 就是以前这样 把身体弄坏了 现在就真的 要好好顾身体了 好 我先让大家看一张 我过去曾经对胖的照片 为什么要拿阿姨的照片 这是我本人 我那时候其实自己没有感觉 但是是人家跟我说 你看起来就有点臃肿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我要比赛前 我就觉得不行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我有一个工作 我压力其实很大 就是中餐其实是跟着同事们吃素 全素 然后早餐呢 因为为了减肥嘛 然后早餐就喝无糖豆浆 跟一颗没有加任何料的馒头 然后晚餐呢 有时候就是一颗苹果 这样 我大概吃了一个多月 就真的瘦下来很快 大概瘦了三四公斤 很快的 但是呢 我就从一个多月之后呢 每到下午的四五点 我就开始头晕 然后其实每天 我那时候以为是我工作压力太大 结果 就这样头晕呢 维持了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 我就觉得有点状况 那时候我还以为我卡到阴 因为每次都是在下午四五点 才开始头晕 然后我就问了我同事说 因为我有同事只有灵感的 就是灵异体质 我说你有看到我身边有什么吗 他说没有啊 很干净啊 对 然后我才问了我另外一个朋友 中医师 他才说我告诉你 你这个长久下来的饮食是有问题 对 然后他才提醒我 就是你要均衡饮食 就是不要为了瘦 然后我才开始就是 回来吃有点肉 比如说鸡胸肉 然后蔬菜 水果 然后平常我也很不喜欢喝水 对 其实就是代谢什么都会 就开始都会出问题 你唱歌的人不喝水要怎么 怎么办 喝饮料吗 没有 我也不喝饮料 但我爱喝汤 我就会在就是三餐可以有 对 有水 想要是液态的东西 我就会多喝一点 唱完三首歌 然后喝个隔壁汤 多喝汤 太烫了吧 这也真的是蛮习惯的 是不是 好啦 我们看看该怎么办 该怎么补救呢 断食二十小时 反而助减重改善血糖 断食听起来就有点 有点可怕 听起来就好像 就会把你饿到昏倒 那其实那个 就是绝食抗疫 绝食的 而且我刚刚听到两位分享 其实都没有注意到说 我们讲断食没有讲说 那天叫低热量饮食 或极低热量饮食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那一天 还是要补充到 合当 合适当的热量跟营养素 那所以其实现在 普遍来讲 跟医生问断食 大多数都会觉得OK 甚至有医生 都很常自己在操作 断食自己 那所以 我们现在也认为168 16个小时断食 只有18个小时 那进一步就变 186 就18个小时断食 然后就变 24 就是20个小时断食 那当然这样大概 一天就只有吃一餐 如果4小时的话 是 那所以普遍来讲 我们就断食减重 断食控糖 所以真的都有一些 好处在里面 那甚至国外的期刊 都支持 他还有做断食 发现说 抗氧化 抗老化 那可以甚至说 会有让那寿命延长的效果 可是我常常还是提醒说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你要看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真的说 你那个很不适合这样 你真的会饿到很难受 会很不舒服的话 还是要注意 要适度的就好 你可能16个小时 可能就够了 不要再往下延长 那像我们这样 有点年纪 一下不吃东西 一下吃东西 像血糖 不会容易得到药病吗 其实不是不会这样 因为如果你营养素均衡的话 我们就是不要让血糖 突然快速增加 对 不是说我们好像 可以用餐那八小时 我们就吃很多碳水化的物 我赶快喝饮料 补充一下热量 这样就真的会血糖快速上升 这样就像刚刚佩玉姐讲的 这样起伏 对心血管非常非常不好 为什么逻辑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 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录影 我们也没有一直在吃东西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有能量 对不对 我们没有说一直在喝饮料 那为什么会有能量 我们不是因为刚刚上一餐吃了 马上就在用 我们是因为我们身体有 在释放 我们身体的肝糖儲存在肝脏很多 或在肌肉 我们每天这样燃烧它 假设我们燃烧到大概三分之二之后 我们发现说肝糖不能再燃烧了 我们就转而燃烧成脂肪 脂肪 这就是健康的来源 你燃烧脂肪之后 它有点类似像一个 它产生了一些 生酮反应的原则这样 就是抗老化跟抗氧化 那产生那个酮体 那个能量 对身体是更健康的 减重的人都知道 那反而你一个长时间的断食 如果说我们把 16个小时断食了 我们把肝糖 使用掉三分之二之后 就是储存在肌肉当中 用掉之后 开始转换用脂肪 那那结果是健康的 那整体下来你的 体脂率降低 可能你的肌肉量 还相对是增加的 我有个患者 他在新竹工作 科学园区工作几年之后 体重从78公斤 变成88公斤 就因为很忙碌 然后熬夜加班 吃点心吃宵夜 那这几年的体检当中 发现怎么血压开始高了 血糖开始不对了 连女朋友都搞跑掉了 他就怎么搞到这样子 就身体不像样 他就自己去研究断食 那我就问他说 会不会很痛苦 他说其实不会 他就很简单 他就跳过第一餐 他如果今天轮白班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也不用赶出门 那我就早餐就不要吃 我喝多一些矿泉水 一些无糖的 如果你能够忍受 你喝无糖的茶 无糖的咖啡都OK 那你到中午再吃第一餐 那你晚上八点之后就不吃 那就168了 对不对 你中午12点到8点 那我说那你轮夜班 就怎么办 一样 我本来园区有很多工程师 要轮夜班的 那我起床之后 我一样第一餐不吃 那我工作到一段时间 我再吃第一餐 他就这样操作一阵子之后 真的体重就慢慢地下降 而且人觉得很筋实 很筋实 血压也好了 血糖也好了 所以真的如果正确的操作 还是要注意到营养素 你用餐单当中 你一定要加强 你要吃到各种的蛋白 那你要吃纤维 那一样澱粉都要摄取 不是极低热量的饮食 这样操作的结果是好的 我常常前度 你要看自己的情况 有人真的饿到说 觉得他的胃也受不了 那当然不要勉强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你就吃一点东西 对 可以吃一点东西 就是完全不一样 不要让血糖忽然这样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有胃溃疡 或是胆结石的患者 不太适合168这种 如果你本身就有病的话 就不太适合做这种事 我是一个 这个健全心断食的一个 一个蛮这个 真的吗 推崇的 是也是这么久 我1到5是现在 目前我1到5是 采取204 就是一天吃一餐 吃一餐 1到5就空腹25小时 空腹25小时 6日我会吃两餐 但是我至少也会空腹到12个小时 有的时候我为了减重 减肥 当然也是一个目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吃那一餐 你的热量就要控制 那其实我不是为了减重 我是希望让我自己 可以保持一个 微量的同体的状态 断生的好处里面 这个有产生同体 让你的这个 保持比较清醒 或是你的这个表现 会更好 这种状况 所以我就会采长断食 但是我这边要提出一个 例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在一个长期的饮食习惯 生活形态 你要做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渐进 你不要说本来都是三餐 一下变168变186 你可以说1212 1212太简单了 对不对 1212变168 基本上是OK 那168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觉得不适应 你再跳回到1212 甚至找医师 找营养师做咨询 168如果OK的话 你进到186 这个不错 因为168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些同体 同体刚出现的时候 人像我自己很清楚 同体一出现有人会头痛 有些会非常明显 我就在168到186 这个阶段 展示 哇 头痛得很不舒服 但是后来一段时间 适应也就过了 适应了 那我现在讲的事实上 就是说 有一个女生 她是二十几岁 我记得她不到三十岁 她胖不胖 她也没有胖 但是有点肉肉 有点肉感 但是女生就觉得她不好看 她就想变得很瘦才好看 所以她就开始采取 这种168 186的断食 而且她基本上一开始不是168 她是饿到她受不了了 才吃点东西 吃了不饿她又停 然后再一直 登登登登 她到饿了之后才吃东西 那这个才是有点激进的 那她很明显 一开始就开始 哇 这个体重就降下来 那降下来之后呢 她就开始感觉了上腹胃痛 胃痛就不舒服了 这个很容易理解嘛 那过了一段时间 三个月之后她就很明显的瘦 到半年的时候她就不仅瘦 她妈妈就觉得她有点怪 为什么 她就看她妈看她 常常在喝胃乳 她胃一直不舒服 就是在喝胃乳 或者她妈妈说 你要不要这样解释 她说没有 我觉得这样瘦很好 她就说我这样变得比较好看 她还是采用这种 比较激烈的断食方法 等到大概做了一年的时候 她被妈妈强压带来急诊室 就是我们再看到她的疹症 她不仅瘦 而且她瘦得很不健康 她妈妈一看就说她是生病了 我们一问的时候 她的体重降低 大概降低了15% 15% 以她的那个体重降15% 我们就觉得有点多了 而且她长时间 超过半年的伤不痛 我们就帮她做胃经检查 就真的很不幸 她不到29岁的胃癌 所以年轻的胃癌会不会有 但是如果你没有采取断食 你胃不舒服 你会比较警觉 不舒服一段时间 你就可能会看医生 医生问一问之后 可能就安排做检查了 可是她刚好是卡在什么呢 她要开始实施这种断食 而且又采取很激烈的断食 所以她就很自然地 把她的症状 想成是前面断食 换一套断食在那边去 对 所以就喝胃乳 她当然也受 受有部分断食 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疾病造成的 所以到后来她妈妈发现 这真的不行 因为她就受了 就是病胎 不健康的生活 对 照营养师 或照医师的协助或咨询 是更好的 更不要把断食期间的不舒服 就全部归因于 这个是断食 本来就会出现症状 对 有些是疾病 刚好时间搓在一起 好 接下来看看有哪些状况 忍尿太久容易憋出病 这憋尿真的不是我自愿的 但是因为我们拍视 也会常常不小心要憋尿尿或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经验 是我真的是史上 永远这辈子忘不掉了 因为我憋十个小时的鸟 那时候我记得在泰国 然后我们反正就是要坐一个船 去捕螃蟹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上船的时候 那些跟我们讲说 半个小时就到了 那下一点就可以有厕所 我想说那憋半个小时 应该还好吧 我就上船了 结果上船之后 我们遇到暴风雨 所以半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变成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后来变成十个小时 我在那船上整整十个小时 而且因为是暴风雨 所以我黏上去甲板 想说去在海里面 就地解决都不行 因为你就只能在 那个小小的船长室里面 因为外面就是狂风暴雨 而且船真的像海盗船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那个里面感受到 就知道我本来很急 尿急 尿急到痛 痛到麻 然后又痠 然后不舒服 然后到我整个不知道 今天是暈船还是痛 还是怎么样 我就开始昏睡 好不容易到一个风平浪静的 海平面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导演就把我叫醒 说OK 你可以去甲板上尿尿了 然后我当下就去甲板上 上厕所的时候 我是真的就蹲在那里 整整十分钟 尿不出来 对 你也久会尿不出来 对 就你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你下半身的那个感受已经 就不是痛也不是什么 就是你形容不出 它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我回来之后 我就常比如说 我只要一下子不尿尿 或是我有尿液 然后我没有去上厕所 我就很容易尿到炎 而且我还常常血尿 然后我的那个繁复 就是频繁到什么地步 我每个月都去看妇产科医生 都跟他说我又尿到炎 他说你怎么又发炎 你怎么又来了 医生每次这样我就说 你到底为什么 我一直来 然后他就必须给我抗生素 然后可是吃那个药 我觉得很毒 因为我吃完之后 我自己觉得 我的那个抵抗力 跟免疫系统 整个变很差 我就很容易生病 然后我后来呢 就换另外一个医生 他用导尿管去检验 他说因为这样会比较准确 然后要测试 我里面的细菌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导尿管 我是清醒地插进去 痛吧 超痛 超痛 我痛到我回家尿尿 那一整天 我的就是尿尿的时候都还很痛 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建议我说 要吃一些 比如说 或干露糖这种东西 然后叫我多喝水 他会跟我讲说 你不能熬夜 你一定要好好早起早睡 就是要生活作息健康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就是以前爱喝酒 就是会小酌一下应酬或什么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借酒这件事 然后后来就下定决心 我借酒了 然后连咖啡因 讲的话你就会点鬼 他看见我清水 我借酒了 你是爱喝酒 你是爱喝酒还是酗酒 讲清楚 我是小酌 小酌不用借啦 反正 就不喝就好了 借酒 我借酒了 然后借咖啡因 就是我把所有就是 刺激性食物 辣也不吃了 就是都借掉 借掉之后我后来也发现 就是我之前吃蔓越莓 我一直觉得好像没有效 我后来才发现 是因为我的那个毫克素不够 就是吃不够 好像一天一定要36 超过36毫克还是什么 才有用 然后其实我就这样子维持了 大概一年 我看好多了 就是我后来发现 我好像半年没有去看妇产科了 我好像一年没有尿道炎 就是因为尿道炎 再去看医生了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有时候 比如说不小心憋了一下尿 我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可是我赶快喝大量的水 然后赶快吃蔓越莓就好 就不用再一直跑那个妇产科 可是因为医生那时候 我跟我讲说 就是你不能在想尿尿的时候 立刻去尿 可是他就说 可是你又不能憋尿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怎么办 对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尿 对 我到底应该 什么时候才可以尿 来 马上回答你 来 来喔 两小时上一次啦 才能保养 好 现在小玉儿这个 你蹲十分钟还尿得出来 真的是很幸运 平常在处理急诊的时候 就是因为脏一整天 那些阿公阿妈 整个尿不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 膀胱也是肌肉做的 当你膨胀这么久过头了以后 它就会 即使你当下大脑通知膀胱说 OK 我抵达现场我可以 你可以把闸门打开了 它已经没有力量可以收缩了 所以必须急急倒尿 所以你蹲 因为应该是在船上 所以你采取蹲姿还尿得出来 那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大概 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来说 醒着十六个小时 大概换算八四 也就是两个小时以上 这样去尿尿 我们就不是平尿 憋久了以后 当然膀胱会失去它的收缩力 感觉神经也会变 所以很多年纪大以后 就会变所谓的 到时候你想叫它收缩 它也不会理你的 所以我们就建议的话 大概是定时两个小时以上 刚刚讲十六个小时 是醒的时候 所以像夜里八小时 如果你起床 为了尿尿这件事情 起床超过两次 就是夜尿 那夜里你要有充足的睡眠 隔天精神才会好 所以就不建议 那么长起来尿尿 常常是因为失眠 这种是属于新阴性的 对 失眠你睡不着 不然没事情 不去尿尿要干嘛 对不对 他不去尿尿要干嘛 看手机啊 看手机蓝光刺激以后 你会更睡不着 贫尿的问题会变得更多 他一直是闲着还是闲着 你就去尿吧 最近一个是他在身心科 他就是拿安眠药 然后他跟身心科的医师抱怨说 他有贫尿的问题 所以才转来我这 他就是憋不到三十分钟 那我的建议就是 每当他有尿液感来的时候 建议他做 现在你三十分钟尿 下一次你运动做完 可能已经三十五分钟了 再去尿尿 我没有让他憋尿 慢慢把时间延长 拉长到两个小时以上 再去尿 这样就不算贫尿了 之前其实就遇过一个中年妇女 她的状况是 她是追公车的时候 然后没追到就摔跤 然后摔跤之后 她就摔到她的骨盆 所以她的坐骨脊椎 然后尾椎那边都会有点受伤 那除了就是不舒服之外 她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她变得很贫尿 就是她风吹过来的时候 她就会很想上厕所 所以她就很困扰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是去了解一下 就是当然处于她的骨盆状况 然后就发现说 她是因为这个骨盆歪斜的关系 造成她在膀胱这边有一些压迫 就是资讯上的混乱 所以就变成 她就变得很贫尿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的确就是 有建议她做一件事情 她去上厕所的时候 你有尿意的时候 你去厕所的时候呢 你让你自己排尿 然后你有意识地去间隔 中断她 然后再继续排尿 再中断她 就是你让自己去 控制你的肌肉 所以就是你用力排尿 然后用力中断 收缩 她其实有担心说 这样子会不会发炎什么的 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在训练她的肌肉 自主性地去训练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透过 就是调整她的骨盆 还有训练她的骨盆底肌群 那个因为年纪比较长 然后受伤 所以我们大概花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后来她就可以 就是不会一直跑厕所了 我现在帮一些男性要问 听说这个尿呢 这个要忍一下呢 这个再上厕所 对不对 那我还听她讲什么 静育 夜酒 这个 精子能力更强 有这种事 这什么 你第一次听不懂 对啊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我问一下静育专者 来 静育专者 就让老娜来回答 我问 对也不对 因为我们平常在验精虫品质的时候 我们都会鼓励病人 禁育三天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 在这三天内 精益的养分什么的都会比较好 所以验出来的精虫品质比较准确 所以七十四 七十二小时之内 不要有性行为 两个三天再去验精是OK的 但是你如果说禁育太久 老生入定的话 像我最近遇到一个 辛苦的单亲爸爸 其实过世二十几年了 最近孩子也大了嘛 六十几岁 走到第二个春天 他要开机 一开机就发现 老车二十几年没开 发不动了 就跑来我这 硬逼着我要让他的车子 立刻启动 各位 阴莖这个东西也是由肌肉做的 我们任何人体的器官 只要肌肉神经太久没有 那边没有骨骼 肌肉神经太久没有动作的话 他是会萎缩的 所以二十几年没有用 你要他立刻肌肉强健 神经充沛敏感 是有困难的 所以即使是老娜 也是要缓慢地帮他做復健 这个要做復健 你要低剂量的口服药 让他慢慢地启动充血 然后鼓励他每两个每一周 都要两次DIY 然后再用那个低能量振波 去刺激他的血管再生 肌肉再生 我比较不建议找人实战 我们又分成 你已经器官不行了 你心里在受二重打击 那可能只有佛祖才能用 他训练好再上场 是... 这样自信心就会好 那训练得好吗 训练得好 慢慢互健 这要循序渐进的 我们要去报名了 好了 最后一个套套 来喔 酒梅活动会肌肉流失 关节退化 每天活动三十分钟 就可以改善了 要动要动 根据这个研究发现 就是我们如果是没有运动的人 大概25岁之后 每一年会流失大概1%的肌肉 过了50岁之后 大概每一年会流失3% 那他要去怎么去改善 你其实就是活动就好了 对 那这个活动要怎么样 大概就是一天要30分钟 就是那30分钟 你是可以切断的 那怎么切断 就是比方说 你今天上班的时候 你走了10分钟的路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爬楼梯 等等 你自己计算一下 大概就是30分钟 可是那个速度要怎么样 是你 就是你没有办法很稳定的 就是讲话 你会有一点就是讲不出话来 这个速率才会是 是对身体的这个机能有帮助的速率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天30分钟 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减少那个肌肉流失的速度 肌扫症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了 现在国际的诊断嘛 都是有的 所以不要以为说 它就好像只是肌肉不够 那么单纯 而且现在发现 肌扫症容易合并成股脂疏松 所以一起叫肌骨症 就是肌肉骨骼 骨质流失不够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更不好 就是肌肉骨骼都不够 肌肉又肥胖 就肌少骨质疏松型肥胖 那是最不健康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肌扫症跟慢性病都连结在一起 一个人如果肌扫症 他容易有什么 心血管疾病 躺尿病 代谢症候疾病 肺部功能也会不好 尼医功能会下降 那还肾脏病也会出现 而且可是这些慢性病的族群 他也容易肌扫症 所以两个都不断二性循环 那我们都常常讲到慢性病 那其实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症状 其实也是肌扫症 我跟大家分享案例 有一阵子起来就整天在暈眩 他觉得这些什么天旋 很多女生都有暈眩的经验 那个暈到不对劲 他赶快去找医生 他就先一找比喉克利斯 就说暈眩嘛 就说你可能这个淋巴 内耳淋巴平衡 水肿不好 就做相关检查 然后调整 可是药知医师都没有改善 他还是会可能在卖场逛街 又突然就大暈起来 那他最怕什么 就发生在开车的时候 开到一半突然暈眩 会吓死他 赶快靠边土 那就赶快转换 再去神经内科 那开要好像改善一点点 那还是会晕 那甚至跟他说 你会不会是焦虑 会不会是恐慌 叫他去神经科看诊 他就觉得奇怪 我应该不可能这个问题 那神经科一次也评估起来 好像不像是这类的问题 就没有过去 那他来参加我们去年 我们医院办了一个 中秋节的一个营养活动 就是我们在谈肌扫症 那天就会做很多实体的测试 我们大家都知道 肌扫症就是看小腿围 就你的食指跟拇指 把小腿围起来 如果说还很松 你的肌肉就不够 如果围不起来 你的肌肉很健康 第二就看握力 那如果说真的肌肉量不够 我们有时候 其实现在国际上的联盟 更重视力气的表现 一年有 那也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那个患者是他 又没有肌肉 握力又很差 那我们营养师就跟他说 你就是很容易这个肌肉 不流失 如果现在四十多岁 如果将来更年期之后 会更不好 就跟他说 他说 做深蹲 加强蛋白 什么乳精蛋白 落蛋白 他都 就建议他很多 营养师都很厉害 告诉他怎么去吃 起司乳酪 吃鸡蛋 这样补充 他后来很感动的是说 暈了将近半年以上的暈眩 就莫名其妙自己好了 什么改善 其实想起来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把肌肉核心肌群锻炼好 你的整个人 你步态是不是更稳健 你走路平衡感 你是不是更好 外界的刺激你的调整功能 也会更好 所以这样子 他的暈眩反而就好 所以有时候不要忘记说 积少正希就在我们身边 是 因为现在小孩大了 又在国外读书 就这样我一个 那我就想说 要把自己身体顾好 不要拖累小孩 将来如果我要是行动不好 或体力不好 生病的话 可能先生也不能出去赚钱了 小孩读书也没有办法专心 那我就想说 不要待在家里 每天追剧或放空 我就会打电话 约小学同学 国中同学 一起出来玩 刚刚两位黄医师在讲过 就感同身受 因为我现在是 对啊 我现在也是今年59 马上60 女人从50岁以后 我觉得 开始就会觉得像 以前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运动习惯 这个习惯 所以现在老了才开始 慢慢走路 爬山 就觉得有的时候 真的有心有余而力不足 比方说像我跟朋友出去 都是约吃饭 或者是去爬山 或者是去旅游 那有的时候就是爬山爬着爬着的时候 都会手去扶着旁边 然后就是慢慢爬到越来越喘 然后脚越来越有力 然后下山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就会这样 蹬啊蹬啊蹬啊 我就觉得好累哦 干嘛吃得那么胖 就会觉得很吃力 你知道 就每一次我会觉得 自己很吃力的是 如果去爬山 比方说像到乌兰内洞 它那有瀑布分多金 其实对我们肺部是好的 可是你爬上去是 会觉得腿要有力 可是下山的时候呢 那个腿啊 因为我重 就会这样撞击你知道 撞久了以后 你会很痛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去酒塞购也是 一千个楼梯上去 再一千个楼梯下来 哇天啊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连续去九天 第七天的时候 挨挨脚坐下来 也会爱 起来 这样 就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崔佩怡 你要好好保养 你的身体 你哪里缺什么 你要好好地保养 那真的 到我们这个六十岁 真的是要好好重视自己 就是 要爱自己 不是说要买名牌 或者保养 真的是要保养自己的身体 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姐 她比我大概大五岁到六岁 可是她保养状况非常好 她爬山的时候 我看她脸不红 气不喘地爬上去 下去的时候 也很轻巧 然后一整天下来 她年纪比我大 没看到她比我疲累 我感觉比她累 那我这个人会去问人家 我不怕人家笑 我说你怎么保养 我这个姐姐呢 就是跟我分享的这个 就是三合一的保洁 UC2 对 她最主要是让我们 保养行动力非常好 对 然后呢 她是我们台湾 非常有名的基金大厂 她是百年以上的大厂 然后她其实第一代的胶囊里面 就有UC2 是让我们灵活行动的 然后她这一次呢 第二次又升等 改版 然后就是三合一里面有加了 还是有UC2 就灵活以外 然后她还有稳固 跟有力 然后她里面最 我最喜欢的就是她有一个 维生素K2 她是让我们呢 可以稳固步伐 然后走路比较不容易跌倒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怕摔倒 因为摔倒的话 又是重道 你没有到那么老了 那这么年纪就摔倒了 我妈妈以前就是摔倒 到就是兵败如山倒 因为一不动以后要做附件 人不能摔的 对 那它里面还有加一个玻尿 吃的玻尿酸 还有维生素D 然后它是可以让你爬楼梯呢 比较有力 然后还有就是也比较持久 像我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走路走久了 我会想找椅子坐 对 站不久 那它这个吃呢 其实它就是很方便 因为我不想说平平罐罐 每一样去吃 对 我就是一天吃一颗 一天一颗就够了 它没有分早餐晚餐午餐 你任何时间吃 所以不怕忘记 就一天一吃 一天一颗 随便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我就摆到我皮包里面 反正我是饭后吃 吃了以后呢 像我现在呢 不管是走路或者运动 或者去旅游 我觉得都 对 都带着 我给你看 我现在很健康 健康宝宝 你和我行动 我行动 好厉害 軟Q 我觉得 很弱 很顺耶 我觉得能走能动 是最好的 没问题 下次要去华山 好 好强喔 对 那我们人体呢 体内的胶原蛋白 大概有28种 那跟我们的骨骼相关的 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 那我们过去就会想说 以型补型 所以就吃一些胶原蛋白 胶质类的东西 吃到这里面 可是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你吃了多少的量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那种特殊专利 就是科技很文明 就是特殊专利的低温萃取 然后还有帮助我们身体 它能够维持良好的行动力 所以对于 如果你是希望能够 能够周末去郊外走 或者想要去旅游的人 你就可以去多补充 这个UC2 好 那UC2呢 它的全名叫做 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 好 所以它就是 跟我们的骨骼相关 然后再来就是玻尿酸 那玻尿酸的话它是什么 它有点像我们的机器 是不是如果它不够滋润的话 它会上油 会激烤烤烤 对 所以它就是 比较多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它保水保湿 那我们所以其实如果是机器 你都要把它上油 所以我们的身体 就把它润滑 所以就是玻尿酸 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维生素D 维生素D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钙质吸收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维生素K2 那K2呢 是帮助我们把身体的钙 送到我们身体最需要的地方 对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 对我们身体的灵活度 就会很有帮助 对 谢谢佩怡姐介绍 别放弃人生 是 人快习惯的人 一定要看这一集 对啊 20年的老邱 他也是有救的 好啦 今天双酸分享的 是可以改变的 好不好 但是呢 也是可以拯救的 只要大家吃自己的 对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